花莲市第一次前往北海道串路市进行国际交流 受到串路市一所和市议会热情欢迎 不仅有正式的拜会还有隆重的欢迎晚宴 包括了串路市长、副市长、议长 还有台日杂黄办事处的处长连信士 以及串路市多位重要的政商人士都特别出席 显示与花莲市友好往来的重视 花莲市访问团前往北海道串路市拜会 受到串路市一所和串路市议会以高规格接待来欢迎 串路市长夏明大也表示 今年初他们才到台湾花莲来访问 今天就看到花莲市长也率团回访 感到相当开心 去花莲市访问 然后只过了五个月 然后花莲的人就是没有机会过来这边访问 所以我不仅是我也要代表我们串路市的市民 然后对大家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希望利用花莲跟串路市共同的大自然的条件 然后来创造与自然相融合的一个城市 然后之前我去花莲访问的时候 也发现花莲跟串路市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然后我希望今后花莲跟串路也会有更多广泛的一些交流活动 花莲市长威家彦对于两市的友好互访 以及未来交流都感到非常乐观 串路跟花莲市是非常相仿的一个城市 那人口跟我们自然资源也是差不多 那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好好的交流 其实今天也一整天有在讨论 未来要怎么样进行双边的交流 那这边也感谢电众议长 他也在试着努力的做一个直航的动作 那串联几个附近的城市 那一起做一个直航的动作 那也希望在以后的这个部分 那双边的观光都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显著 那在这边下午也赠送了我们花莲的一个伴手礼 那有我们李宏斌老师的青花池 那是一个两相好的 还有我们也赠送原住民的情人带 也象征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友好 在正式拜会当中 双方护赠非常具有意义的纪念品 也希望透过这些礼物 让彼此了解两个城市的独特魅力 接下来还有隆重的欢迎晚宴 除了串路市长夏明大爷 串路市议会议长殿中幽州 还包括了台日杂皇办事处的处长脸信氏 以及串路市多位重要政商人士 和台日友好协会的成员都特别出席 席间还特别安排北海道少数民族 爱女族的传统舞蹈表演 热情的互动交流 精彩的表演节目 最后大家还一起合影 为花莲市第一次访问串路市的国际交流活动 留下了美好纪念 戒旅会串路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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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